中国制造的三轮电动车彻底卖疯了 8000元一辆 还能边急边充电 销量激增200% 欧美国家成为最大市场 对此联合国都表示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三轮电动车车 俗称三蹦子 在城市中不是很常见 农村里面经常能够看到 三轮车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电动三轮车 另外一种就是机动三轮车 中国农村人一般将它称为三蹦子 每个地方的叫法都不一样 我们可不要小瞧这个三轮车 因着它的身材娇小 方便运输 出口到美国国家之后 也是引得外国人纷纷赞美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三轮车也从汽油动力变为了电动力 因此可以载人或者载货的三轮车被统称为三蹦子 三蹦子目前也可指代电动三轮车 不同于传统的三蹦子 电动三轮车更加清洁环保 以千算序电池为主要动力 转化率更高 在农村地区更利于老年人出行或者是短期配送物流 现如今为了更贴合节能环保 保护全球环境 除了燃油的机动三轮车 还生产制造了千三电池或或者锂电池的电动三轮车 形状上也是更加的小巧方便 能够满足在载人的同时 还能拉着一定货物 满足双重需求 而中国新制造的电动三轮车彻底在美国卖风 凭借着自身过硬的品质 石灰的价格受到欢迎 这就是淮海刚刚发布的全新电动三轮车锐动 售价为8000人民币 配置复合式重压结构 可以边齐边充电 有冷暖空调 淮海锐动是一款采用全新外观设计的电动三轮车 获得专利 具备唯一性 外观造型大气 流线型车身 运动感十足 圆润棱角的前脸设计 饱满好看 配上青春时尚颜色 看上去更耐用 此外 全新复合式重压结构 兼顾耐用 舒适更安全 在内饰方面 采用全新方向把装饰照造型外观专利设计 新型控制台悬浮式多媒体仪表 电台 音乐 导致影像都能支持 车辆配置冷暖空调新风系统 出行更舒适 采用新能源汽车雷雕工艺设计 精度高 耐磨损 耐腐蚀 车辆在动力方面 搭载1000瓦超进行动力系统 动力谈不上很强劲 但平坦道路的出行 还是足够使用 车辆配置72伏电池 带有能量回收系统 可以编辑编冲 维系行里程保驾护航 充满电可以跑300公里左右 视频中 疫情老外 簇拥在一辆中国国产电动三轮车周围 他们的兴奋与好奇异于眼表 视频的传播迅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 人们对这种新奇的交通工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老外们对中国国产电动三轮的首次体验成为了视觉盛宴 他们的兴奋表情仿佛在发现一个全新的玩具 犹如孩子们得到心仪礼物的欢愉 这种兴奋源于电三轮带给他们的全新体验 电三轮的独特设计和中国字体的清晰可见 成为了老外们津津乐道的焦点 这辆三轮车以其别致的外观吸引了众多目光 车身造型简洁而富有设计感 凸显了中国传统工艺的独特之处 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车身上清晰可见的中国字体 给整个车辆增添了文化的瑰丽色彩 这不仅是一辆普通的交通工具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使老外们在享受驾驶的同时 也沉浸在异国文化的魅力中 从2022年开始 欧美各国民众选择放弃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转而选择了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作为代步工具 一时之间导致中国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出口量剧增 根据阿里巴巴的跨境电商平台数据显示 2022年美国市场的电动三轮车销售 同比2020年增加了四倍左右 中国电动三轮车的海外市场迅速扩大 2022年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量已达到100万辆以上 全球累计电动三轮车销量已达到1360万辆 出口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电三轮的在美国的引爆式火爆 也为中国产业的全球化竞争提供了有力的注脚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电三轮在美国街头能够引发轰动 成为当地的明星车型 这绝非偶然 在国内电动三轮车似乎更受欢迎一些 在一些农村地区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一辆电动三轮车 这种车型小巧 操作简单一上手 每到农忙的时候 他们可是农民朋友的好帮手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收获装甲时可以用来运输粮食 农忙结束 可以带着自己老伴出去遛弯 采购东西 既能用来代步又能装货 相对大型的机动三轮车来说 安全系数也更高 在地广人西的欧美 三轮车的用处能够更好地被体现出来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农场主住的地方都是人很少的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运输工具 皮卡车 总归有些地方是皮卡车也没有办法进去的 这时候一辆身材娇小玲珑的三轮车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皮卡车不能进去的地方 电动三轮车可以很轻松地开进去 把货物放在指定的地方 能够很方便解决他们的烦恼 国产三轮车在国外面对的消费对象可不仅仅只有农场主 还有家庭主妇也同样喜欢 同样基于国外的天然地理环境 地广人西 去一次超市也是很麻烦的 因为超市离家都比较远 所以会一次性采购很多货物 这么多东西 单靠一个人搬回家可是很费劲的 这时候一辆电动三轮车的出现 完美解决家庭主妇的这些烦恼 而且电动三轮车更方便停车 操作简单 容易上手 在交通状况比较好的国家 三轮车的优势发挥的不够明显 在南美和非洲这样的国家 三轮车还能备用来运输军用物资 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的道路设施并不是很好 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 地形也比较复杂不平稳 普通的运输车辆在与运送东西方面不是很方便 他们就会采用三轮车来运输 国产三轮车价格实惠 质量也是很抗达的 这也是国产三轮车畅销国外的最基本的优点之一 有数据调查显示 中国产的三轮车 销量在全球都是最高的 在中国生产三轮车的地区里面以江苏地区最为优秀 该地区生产的三轮车销量已经连续13年在世界上位列第一 三轮车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这个生产能力的 为什么中国生产的三轮车就这么受欢迎呢 这也足够说明中国制造业的强大 在大量的数据证明下 国产的三轮车在全球畅销第一名也不是莫须有的 而是真实存在的 除了欧美国家外 实际上 非洲 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由于经济水平不够高 交通设施并不完善 道路更加崎岖 很多地区地形复杂 三轮车作为性价比较高 售价便宜 功能较多的交通运输工具既可载人又可载物 使用功能较多 再重量也更加适用于当地的生产运输 甚至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军方 都在使用三轮车作为运输工具 同时 相较于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而言 中国制造价格低廉 也因此更受海外市场的欢迎 进入21世纪后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扩大 三轮车出口业务在近十年中年增长率达到了200%以上 三轮车出口的增加 也意味着海外市场逐渐认可中国制造 因此 三轮车出口市场迎来了井喷知识 仅从根据中国海关部门的相关数据显示 2021年 中国国产三轮摩托车出口22.88万辆 同比增长了21.2% 销售额达到了1.9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35.94% 到了2022年 三轮电动自行车共出口32.27万辆 同比增长200% 出口金额2.83亿美元 同比增长65% 对此联合国都表示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由于国产三轮车 面对国际竞争是同质化严重 为了打架格战降低产品质量 以及核心技术缺失等问题 近两年 电动三轮车由于环保清洁高效 受到海外市场的肯定 行业逐渐复苏 根据新世界产业研究中 信所发布的行业报告显示 中国电动三轮车的海外市场迅速扩大 到了2023年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量已达到100万辆以上 全球累计电动三轮车销量已达到1360万辆 出口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 中国江苏金鹏集团的电动三轮车 销售量蝉联13年全球销量第一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 尼泊尔 斯里兰卡 泰国 菲律宾 中国三轮车海外市场依旧未饱和有待开发 有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发展前景 中国三轮车如今已得到 国际市场的认可 从近几年的广交会的会场中可以发现 在摩托车会馆中 三轮车会场中不断地有陌生的外宾对企业进行询问 展现出了对三轮车的强烈兴趣 虽然国内三轮车在近些年随着出口规模的逐渐扩大 销量不断增加 海外市场发展空间也更为广阔 对于国产三轮车而言 非洲 拉美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国产三轮车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 国产三轮车随着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逐渐开辟了海外市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